2021年5月因为疫情升温而停办到现在的赛书好市集活动 回围了两年之后 从2月份开始再度的回归 同时配合临时图书馆营运登场 每个月一次的市集 4月特别移到了户外草坪 配合说故事和DIY的活动 让亲子在阳光的草坪上共享亲子时光 2021年5月因疫情升温而停办至今的赛书好市集 今年2月再度回归 配合临时图书馆班前 在文化局演艺堂前 每个月一次再度登场 4月配合111学年度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在花莲 首次将市集移至户外草坪举办 搭配说故事和DIY活动 也吸引不少参赛民众前来 我们花团圈文化局这一次的回南书香节赛书市集 4月份我们是因为首次在我们文化局园区的户外来举办 也很感谢今天刚好天空很作美 天气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应该也是比较好 我们这个市集会搭配我们的行动书车 还有说故事的系列活动 踩事先的报名 那在说故事的活动之后 我们还有亲子DIY的那个活动在旁边一起举行 那就是希望带给大概县民朋友 在假日有一个好的试集 然后再加上又可以看到我们的图书馆的书 然后能够亲子在假日有一个 怎么讲 大概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休闲活动 未带动预读风气 可在八百本图书的行动书车械服务号 已在今年换新装 以临时图书馆吉祥物爱月穿山甲宝宝 和111年全中运在花莲吉祥物献鸟朱里 为会跑的图书馆换新装 配合每月一场的赛书市集 预计今年底前将出动约80场巡回 市集除了分享近期阅读的好书手作好物 期盼搭配户外阳光和草皮 共享周末亲子时光 记得蒋方燕华联士报导